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蘇 很久都沒有這樣坐下來跟大家聊天 今集我比較正經一點 因為今次我會跟大家分享關於整容的話題 也是我第一次這樣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大家有看我10年的影片都知道 我2015年又去了在韓國龍目鼻 半年之後我就想拿飯店出來 然後在2022年 這個是新的消息 大家都應該不知道 在去年的年比12月中 我是去了二次重建 就是在香港整形醫院龍目鼻 然後又有最新的小聲 這個應該大家都真的猜不到 就是半年之後 即是今年的四分 我又拿了一個架體出來 所以現在的我 現在是2023年的9月 我現在的鼻子是沒有架體的 我拿了一個架體出來 已經有四個月了 現在我的鼻子是剩下這個二軟骨 在裡面 這個耳朵的軟骨 是當年2015年在韓國做的 鼻子的時候一起做的 我當時是做 手術叫什麼 啞膠加二軟骨龍鼻 因為二軟骨沒有排殖的問題 是自己的組織 所以這裏一直也保持著 第二次我都真的悶得到 我有失敗 唉 我真的看得很快 我可以這樣拍片 笑著和大家說 因為我第一次龍鼻失敗 我是爆發的 亦都抑鬱了很久 不想見朋友 當然我沒有看大一年前的表現出來 但是我這次龍鼻失敗 我真的沒有什麼 我很平靜心去面對 容易流疤痕 傷口服比較慢的人 有鼻敏感的人 還有免疫力差整個病的人 還有皮膚薄的人 然後我是中了這些東西 所以我這些經驗大家一定要記住 我是皮膚超薄的人 薄得青筋都會看到曬的 還有我做運動會很快會紅到爆 那如果你皮膚薄的話 但是你又放了一些很厚 然後過長的那些材料 即是那些假體 你放進去的話 你就會好像一個氣球那樣 不斷去吹 不斷去吹 過了下當的話 就會爆了 那我第二次失敗 是也都應該是關了這件事 那我稍後也會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試一下 捏一下自己的鼻子 這個位置 是不是有多了一些皮 鬆到出來呢 那就會好一點 我記得我那時候做完的反應是很大 我是腫得像豬頭一樣 隔了一整個多個 我回到香港 我看到我媽媽 我媽媽以為我刷了骨 但其實我說 我弄了鼻子 但不知道為什麼整個樣子都腫了 可能我那時候拿了這個二眼骨出來 這裡又開了刀 這裡又開了刀 所以可能發現很大 三個月之後又慢慢燒中 但是有一天發現我這裡 不知道為什麼 生了一顆水泡 我這樣捏進去 我感覺到裡面是水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裡積住了水 問醫生為什麼 他說他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很害怕 一開始是選擇繼續觀察 看看他會不會自己燒 然後我甚至乎回去找醫生 找醫生 讀傳他 然後放一些水 他是有縮小度 但是還是有水泡位 然後他就好像女人的心情一樣 如果我休息得不好 他就會嚴重起來 休息得好 他就會小一點 但是他完全沒有康復 做完手術大半年之後 醫生再看 就覺得 我這個案件成敗了 然後他說 要立刻拿回假體罪 這件事叫做發炎 排斥 你發炎了都幾個月了 一定要拿出來 盡快 我那一刻就在想 我是不是為了用 是 我想說 其實只要你弄完鼻一旦有發炎的症狀 你要有心的準備 因為你的手尾會很長 除非你身體很強壯 不會再給他有發炎的問題 但是你一旦有試過發炎 你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 而且發炎時間拖得越久 你很久才拿出來 你會很難回復自己的瘡鼻 因為發炎 是等於 細胞一直被破壞 如果細胞破壞了 你是不能回頭 你是很不回頭 所以如果醫生建議 你要拿出來 你真的要畫畫 越早拿得越好 你才可以回去 原本自己的鼻子的樣子 我當時不應該拖三個月才拿出來 所以 我這裡是有一個凹位的 我到現在都沒有好過 如果不化妝 我這裡是很紅的 所以我把化妝師幫我化妝 但他們會問我 這個是不是水痘印 或者是硬頸印 其實這個位置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他們介紹 是之前弄了三塊的一個印 狼印 拿完出來頭兩個月 鼻子是整個尾了 是不想見人 很灰 半年之後 幸好有慢慢回復自己的鼻子的樣子 一開始還有一些潮天的問題 但他幸好有慢慢回復 醫生又說 你可以半年後回來 我可以幫你弄六百個皮 但我都沒有了找這個醫生 因為我已經怕了 我身邊的朋友都說 算了 你不要搞了 你打針微調算 隔了一年 之後2016年 準備結婚 要拍攝結婚了 所以我又要打針了 2016年打完之後 他也保持得很好 保持到4年 然後2020年的6月 即是隔了4年 我再打針 因為我感覺到我的鼻子 開始沒有了 立體感 裡面的東西都燒了 事隔兩年 我有打 2016年打 2020年打第一次 2022年又打第三次 但我開始覺得很痛 一直打一打一打 而且打針 也做不到那種很立體 很完美的感覺 我開始就 你就是這麼羨慌 我又忘記了當時失敗的經歷 而且我反而是安慰自己 這次如果術後活力做得好的話 應該沒事的 這次休息得好一點 應該不會有事的 而且都試隔7年那麼久 我裡面的傷口都回復了 沒事的 我找了一間香港的正應醫院去自信 醫生就說 你現在在二次重建 會比第一次手術複雜得多 因為你已經有臉 就是那些組織 是始終 之前動過來了 他都說要特別小心 我說OK 沒有問題 我有心理準備 他幫我打了溶解針 溶解針裡面的頭液質酸 很快就安排了手術一致 就是12月中的時候 他就做了 做完之後 所以我的反應是沒有上次第一次那麼大 腫的程度都完全接受到 現在腫腫的好像那些骨骼一樣 我的眼睛真的有點腫 你變了另一個人 但是他沒有我想像腫這樣 現在是做完手術的第三天 術後最重要是要充分的休息 我都推了工作兩個星期 都吃得比較健康 清淡 吃蛋白質 吃水果 有很多水 休息完兩個星期 我又開始工作了 那時候的鼻子真的很高 但是我還是繼續悠上鏡 我都不太在乎 不然有些人會不會說我是不是正容 很快又開始犯好 很忙碌的日子 又不停飛 我開始又懂得不好 我一份不好 第二天就會有鼻敏感 我就有很多鼻水 不停滲 有很多鼻子 我那個傷口是左邊鼻孔裡面的 這個位置 弄完鼻子之後 我發覺這裡很容易積住鼻屎 醫生也叫我要每天清潔 做好衛生 因為這個位置不可以不衛生 因為你要快點給他買得好 但是我本身就是傷口復原得比較慢 再加上整個腎鼻體 我經常在這裡用力 對我來說術後處理這個位置真的有點困難 有時候傷口仍然有點痛 就算過了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我以為是正常的 到了第四個月 我鼻的視條開始自然 然後自然得來有一些難看 因為很開心 終於燒中了 現在等待成果就可以了 誰知道有一天 我發現我這個傷口裡面有一顆癌 然後我這個也用不到 我以為是鼻屎 但是又不是鼻屎 那我就覆診了 問醫生這個是什麼來的 我給他看 然後他一看 他就說 那個架體穿了出來? 我可不可以拿出來 因為我覆診前一晚 我和大家在instagram玩Q&A 因為很多人都看得出來 我弄了鼻 所以你們問我 我是承認了 然後我就說 我遲些會和大家分享我的經歷 我打算分享成果的經歷 誰知道 翌日醫生要我拿出來 我真的心想 不可能是 第一次聽到醫生這樣說 我又灰了 但是很快就心情平靜下來 然後回家再淋身一塵 拿出來也好 剛剛醫院打來 我明天可以攝個時間給我 做個 擦鼻的手心 很開心 我終於拿出來了 我戴住了 我先看看 我放進去多久 十二月做的 一二三四五 五個月 我放進去五個月 就是每個月一萬元 手術的費用是五萬 我記得是五萬多 我不貪心了 我覺得它可以回到以前的鼻子 我已經很開心 而且醫生有說 如果你不拿出來 那個架體一直穿著在傷口 你的傷口不會埋得好 然後你會一直有血視 整件事是很恐怖的 然後發覺原來有很多人 都試過重見鼻子很多次 然後最後都要拿出來 但是最慘是 又回不回自己原本的鼻子 然後我就開始想 糟了我是不是會變成 像Michael Jackson那樣 然後鼻子越來越脆弱 剩下一個鼻孔 我開始很害怕 然後發覺 龍鼻是一個無地道 所以我拍這段影片 都想跟大家說 我這次分享的是 失敗的經歷 我不想大家都有 同樣的事情發生 我想跟大家說 大家不要龍鼻 不要碰這件事 今天就是D-Day了 然後我待會就會上去 拿回腳踏出來 到時我就一心輕 我現在很重 那我很快就拿了腳踏出來 搞完一大輪 我又回到原點 我想帶我自己 但是我知道我是那種 想到就要做的人 還有未去到失敗 但是我也不會想認命 那我現在認命 放去了 我現在請給另一個人 剩下的手 去找找找找找找找 所以就要走 在手上 就要走 你就要走 你的手 在手上 但是我要留著去提醒自己 拿完假體出來的感覺是很舒服 裡面沒有了異物感 也不用再怕小朋友會不會撞到我的鼻子 神經又開始抱痛 真的很神奇 裡面沒有假體之後 鼻子立刻就沒事了 也沒有了血絲 心情也好回來了 因為沒有了焦慮 最開心的是我可以喝白酒 我有半年沒喝過汁 我摸上去的鼻子感覺到脆弱了很多 不過我照鏡我自己是順眼了很多 其實我拍這條影片 不單是想跟你們說 我不要弄 也想跟自己說 因為我是一個很羨慌的人 我怕我幾年後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又想撞自己的樣子 我怕我過了幾年時間 我又忘了自己經歷過的事情 所以你 阿蘇 坐下跟我看這條影片 不要再搞鼻子了 最後想跟自己討論 你們每一個女生說 要頂一個人漂亮不漂亮 不只是看鼻子 不只是看眼睛 是要看整體 還有我們自身的氣質 我覺得現在這個年代 你只要打開Instagram 你就會看到很多美女在網絡世界 你會覺得 為什麼人家可以這麼年輕 這麼美 然後你再照鏡 然後 那個肉貌焦慮 就隨自然 我也是一個很容易迷失自己的人 雖然說你也很想 但是你知道 每個女生 每個月 總會有幾天 是會特別down 然後 我也是會喜歡自己 然後覺得自己為什麼 這麼多不足 我覺得如果到了三途三歲 我都還沒學會去接受原本的自己 去愛素環的自己的話 後果是會不堪設想 可能二年後三十年後 我已經不是原本那個阿蘇的人 可能大家都已經不認得了我 這樣是非常之不好 經過第二次的教訓 我選擇了去做運動 我以前不是做運動的人 我現在一個星期有跑三次步 然後也有做HIT 去練腹肌 也都戒了甜的東西 我戒了珍珠奶茶 甜品 不過薯片就戒不了 薯片真的很好吃 很減壓 做完運動之後 整個人的氣息和體態都不同了 雖然現在沒有了高的鼻筋 但是我覺得一個女生發質健康 皮膚健康 穿衣 不體 不再加上自在的笑容 你已經走出來會很Charming 所以我決定要和自己和解 我不要再不在別人的定義裡面 每個女生都有不同的美 我們每個女生都是獨有美的存在 我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整容的失敗經驗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不介意分享的話 就是這樣